爱蒙神父说 我的故事便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罗马和匈奴之间的战端 始于西元451年6月底 统帅罗马大军的人叫做阿埃齐乌斯 他是一个精明而且颇有名气的将军 因小时候曾经被阿提拉俘虏过 所以他对阿提拉和匈奴人的形式作风相当了解 自从回到西罗马帝国之后 阿埃齐乌斯付出了更大的心力 来帮助罗马熬过这个蛮族入侵的时期 由于军队规模不大 无理单独面对阿提拉 所以阿埃齐乌斯说服了安兰人和西哥德人 与他一起并肩作战 刚开始联盟成员有些犹豫不决 虽然他们都同样痛恨匈奴人 他们之所以能够组成一个有效率的军队 全归功于阿埃齐乌斯 匈奴人迫不及待要上战场打仗 阿提拉的巫师们观察家序的内脏及羊的骨头颜色 并预言匈奴人将在卡塔隆尼亚平原之一大胜 然而他们也遇见对方的指挥官将会战死沙场 阿提拉一定觉得这是一个如意的算盘 因为是他给阿埃齐乌斯和哥德人带来战争的 大战之前阿提拉站在他纪律严密的军队前 手握马尔斯之箭 他告诉他们 用复仇来满足灵魂的欲望 是自然界的法则 我将对敌人抛出第一只矛 要是谁敢在我阿提拉作战的时候松懈 我就杀了谁 我将对敌人抛出第一只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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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敌人抛出第一只矛 它为敌人抛出第一只矛 你得保护我们不为罗马人杀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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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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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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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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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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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